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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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智財投資學會的羅sir 羅振邦博士 歡迎大家收看智財TV 我們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 行賜方面會跌到多少 其實大家可以重溫我們早兩星期的內容 6月14日那集的內容已經給大家一個啟示 如果大家想重溫的 6月14日那集也有一個啟示 究竟現在的走勢裡的大四回落 究竟跌到多少是一個低位呢? 其實有兩個關鍵點 那兩個關鍵點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黃金比率0.618 第二個就是頭肩頂的支持位 這兩個是關鍵點來的 今天來說是2024年6月28日 恆指的收市價是17719點 微升兩點 成家方面是989億 今個禮拜來說就跌了310點 看回現在這個圖 這個就是恆指的一個日線圖 現在來說留意一些數據指標 數據指標在哪裡呢? 留意一下這個加權平均線 加權移動平均線 加權移動平均線 加權移動平均線裡面分開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紅色 紅色這條是一個什麼線呢? 就是10天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10天的WMA 10天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另一個呢? 有一個藍色的 藍色這條是20天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其實現在來說走勢方面 都是處於一個跌破狀況 所以你看到這裏來說 都是一個10天的加權 跌破20天加權的狀況 走勢來說都是一個回落的 所以這個的跌勢來說 都仍然在延續中 究竟跌到多少個狀況呢? 就是現在要去想的問題 其實這個話題 我們早兩個星期 都以這個做一個焦點去說 當中來說 這個回落的幅度去到多少呢? 一個的黃金比率作一個的推敲 話說來說 這個是16,044點 就是一個之前的上升浪起點 這個是4月19日的低位率 也屬於是 好了 這個浪去到多少呢? 就是19,706點 這個來講就是5月20日的高位 這個浪的升幅 一共有多少呢? 就升了是3662點 這個升浪來講 其實都幾多的 升了有23% 那我們現在其實看回落的狀況 就用回這個低位 去到高位的回吐 回吐來講 就用黃金比率去計 黃金比率裡面 我們現在用最有效的數字是多少呢? 這個黃金比率 黃金比率 大家如果想去 了解這個仔細的內容 可以回到波浪理論這個話題裡面 現在這個黃金比率最有效的數字 是0.618這個狀況 即是說這個回吐來講 就以這個浪底到浪頂 即是說 這3662點 當中這個上升 它的回吐 用回0.618做一個考慮 這個狀況 就是它的回吐 如果你計算回吐的狀況 或者我們叫調整 回吐或者調整 即是多少點呢? 就等於這個2263點 這是它的回吐幅度 所以一個回落的目標 一個回落的目標 去到多少呢? 我們就以高位做一個考慮 高位的考慮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19706點 這個高位做一個考慮 回下來 就是2263點 即是去到多少呢? 就是17443點 17443 這個就是我們用黃金比率 0.618回吐的幅度 作一個考慮 這個就是第一個關鍵點 17443 這個就是第一個考慮的關鍵點 第二個關鍵點 我們會看一個形態的分析 一個的形態 但未看之前 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來說 在一個投資買賣裏面 想學習一下 現在來說 是適合一些工具 是哪部份呢? 有時候我們說 旗子 旗權 可以去用一下 特別的旗子 可以炒一個上落 一個的幅度 也可以 如果做單邊 也可以用一個選擇 旗子裏面 如果大家不熟 可以去我們的網頁 3.w.smartmoney.com.hk 去到這個宣 網上錄影火城 這邊有個旗子的特訓班 有一個網上錄影 A班 有網上直播是B班 旗子方面來說 其實當中是比較容易理解 是比較少的 升的可以拿旗子去獲利 跌可以做一個沽旗子 或者是一個上落的 做職日先 亦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課程方面來說 我們會分開 有三個主要的話題 第一個話題來說 就講到旗子的職日先 一個短炒 現在做旗子職日先 有時候有些同學都覺得 安心些 因為最重要的控制風險 是比較容易 還有炒的波幅 這是一個現在比較合用的 做一個職日先買賣 避免過夜風險 當然如果你想搏過夜的階段 可以搏高回報 過夜方面來說 可以搏高回報 不過風險也會比較大些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 做旗子來說 如果做過夜 要看到一些大戶的盤路 和一個cone margin裡面的 一個風險管理是怎樣 和一個救倉的方法是怎樣 所以在過夜方面來說 要求要認識的東西是多些少的 如果大家來說 想搏高回報 就是用一個過夜的方法 這個課程裡面 會提及到職日先 一個容易些少的短炒 過夜的就是搏高回報 不如考慮到 風險管理還要多些少 和這個課程方面 第三部份會提及到 一個操盤的狀況 怎樣去做一個交易平台的運用 這個會用深入的講解 和大家說回 和怎樣放一些 職目的交易盤 和有時用到一個 一天裡面 十分鐘短炒期指的方法是怎樣 所以這個課程方面 有一個理論 也有一個實用的狀況 如果大家喜歡做期指的賣賣 留意我們這個 期指的特訓班 有網上的直播班 B班 網上錄影A班 也有面秀班 至於面秀班的時間表 看回我們網頁裡面也能看到 好 好 看回這個走勢圖 我們說頭肩形的走勢在哪裏 好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部分 一個頭肩形的狀況 我們看回 這裏 畫條線給大家看看 這條 這個直線 這個直線 好 這裏來說 其實有什麼看得到呢 狀況是 給大家看看 這個狀況是 我們說那個 頭肩形在哪裏 其實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頭肩頂 這個就是我們的頭肩頂 好 頭 肩 頂 即是哪裏呢 就是這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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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的頭 好 這個就是左肩 右肩 這裏 最高的狀況 就是頭肩 就是頭部來的 價位方面就是 17215點 所以我們說 頭肩頂 即是走勢回落 來 頭肩頂 支時位 或者支時線 在哪裏呢 我們用回這個水平線去看 就是17215點 所以大肩回落來說 其實那個支時區 在哪裏呢 如果大肩現在行之回落 這個重點的支時區 在哪裏呢 就是介乎於17215點 這個就是頭肩頂的一個支時位 和剛才所提及到的 就是我們那個黃金比率的回套 狀況0.618 即17443點 所以支時區來說 就介乎於17215點 和這個就是 17443點的範圍 所以大家留意下 這個是重點的支時區 對未來大家做萬賣來說 一定要知道的 仔細些 也要留意得緊貼一點 提回大家 如果想學習期指的萬賣來說 留意我們的期指特犯班 這個 裏面的內容來說 有三個主要的話題 有做一個的職日先 短炒的狀況 亦都有一個 是做一個過夜 薄高回報的狀況的學習 亦都有一個 另外一個實戰的狀況 一個操盤的狀況 是怎樣去運用 如果大家想在期指裏面發揮 特別短期裏面 做一些上落波幅的炒賣 或者想薄過夜的單邊市 留意這個期指特犯班 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集的內容來說 記得訂閱 在YouTube裏面可以免費的訂閱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一些 我們最快的市場的資料 可以說同步你會收到的 你內蠟 如果喜歡的 記得給個like我們 還有可以和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介紹給你朋友看 未來裡面 你們可以多些話題 去做一個探討研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